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爱杜沙家的几个新品吧 OK看一下这个头这个刷头是睫毛底膏 这个刷头是睫毛膏 睫毛膏分两种颜色黑色分棕色 睫毛底膏是只有一种颜色 这是他家新出的眉笔 大家看一下它是两种颜色 这个头部尖头部跟圆头部都是两种颜色的 颜色一共有四种 OK然后他家还有个眉笔 眉笔特色呢是他的这个刷头 而且它是热水可以卸除的 颜色一共有四种 特别推荐他家这种带红色的 就不需要红色眉粉 然后一般的话三号或者一号就不够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Opera的这个新品 他家最近的新品就是这个复刻版的十号色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视频的这个 我现在换了那个苹果的十三pro的 还原度非常的高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OK这个是新款的颜色 对的真的还原度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十一号色再来看一下 还有这个十二号色 十二号色好看耶 十三号有一点春天的感觉 但是因为更棕色一些 不错 现在看一下大家的它的经典色 其他颜色 下面几乎都是基础色 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面那时不时出的这种限定色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再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湖北玉剑 它的那个Anderbe这个品牌的几个新品 第一个是它的这个唇钩 它的唇钩 给大家看一下 保湿唇钩 然后第二个是它这个刷子 这头是眉刷 这头也是眉刷 给大家拿起来感受一下 这种贴纸一般都是那种店铺的贴纸 店铺名字的贴纸 OK给大家看一下 价格还是有点贵的 其实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它家的美妆蛋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大家喜欢美妆蛋的 可以重点关注这个 这个就是 Foundation Concert 这个是那个那个 遮瑕的那个 refill 叫什么来着 这是你可以放进一个盒子里的 这个嘛就是它家的 比较有名的防晒霜 这个是自然的 光亮剂 这个是健康的光亮剂 就有点颜色不一样 这个是它家的这个 护肤品的一个小套装 其实它家护肤品卖的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它就会想用这种方式来 推荐一下 里面包括有卸妆 洁面 还有保湿美容液 还有化妆水 面霜 还有防晒 还有什么 什么 嗯 这种 sample 叫什么来着 嗯 小样 还有一些小样 什么分底液啊 什么 遮瑕霞的小样 再给大家继续看一下 还安德币 刚才说过 它的这个刷子啊 这个刷子 双头刷 然后它家还有 美粉新的 这两个是粉状 这个是胶状的 就是那种用于定型啊 还有就是染色的一种作用吧 给大家看一下哦 它是有两种颜色 这个这个镜头啊 真的还原度超高哎 我觉得 还有它加这个唇釉 唇釉釉是只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这个颜色 哦 还原度好高啊 不知道是这个颜色 哎 这个真的很 这个 哦 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镜头前 可能有点光的缘故 太橘了 本身应该没有这么橘了 哦 不对 它本来就orange 就是橘色 哦 阴影里面 哦 阴影里面就是正确的颜色 这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呢 阴影里面这个颜色正确的 是肉眼看到的颜色 下面呢 就是他家的这个 叫什么蜡笔的唇膏 还有这个 刚才说过的这个 唇膏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很普通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哦 FUMI FUMI这个牌子 是日本 近几年还是蛮火的吧 它价格中档 中档 等一下 我一个手有点打不开啊 这个小可爱里面是 它这个是亚光的唇粉 就是说 嗯 先用上面的这个高体凸 嘴唇 然后再下面这个粉 铺上去 这个之前在 在 这个之前在那个 香奈儿品牌里面有 我还买过来 看一下 稍微戴一下 这个还原度真高啊 天呐 颜色还原度非常的高 这个是唇膏的精华 给大家看一下吧 看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颜色 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有一点中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高光粉 双色高光粉 大家看一下 我还原度真棒 OK 这个 这个是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个脸颊的颜色 它还给你这个小图 你可以看 可爱吧 教你怎么用 两种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也很漂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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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眉笔 这一图是 liquid 就是 液体的 是这样子的 液体的 是这样子的 液体的 然后中间 中间 中间这边打开是 眉粉 我单手打不开 OK 这边呢 是眉笔 这一头是眉笔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种颜色 这是他家的 眉粉的 新色号